聲音可以嗎 太大聲了是不是 大哥們都開伏耳機 太大聲了 太大聲了 說他就只有陳佳奧這麼吵 抗接中槍 預定你將於明年2月19、20日 在台北小巨蛋舉辦演唱會 在雙家裡投場了一些幽默的小巧思 這個5978的意思呢 就是我就奇葩 我們每次都很喜歡調侃 硬要做第一排的那些觀眾 就是說做前面沒有比較好啊 所以這次第一排的票價最貴 但是他叫597 奇葩 讓大家感受到 其實第一排什麼都看不到 沒有啦 開玩笑 沒有啦 就坐下去發現 這是全場最爛的位置 5487 這個是我們 我們在拍那個短片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要念自己的票價嘛 其實他是要念5487 結果他竟然很由衷的說 我是白痴 那講完之後自己 但是這個票價 我跟你講 這是特別的 這一排我們下面會有準備地洞 時間一到一按大家都掉下去了 大家以為這是一個很浪漫的意思 其實沒有 就是我愛捏你 到時候這一排的朋友 都會有小威幫大家捏大腿的服務 保證你好像現在才回家 其實捏完然後再叫地洞 沒有 地洞是第二排 然後第一排是什麼都看不到 好爛的三排位置 因為我們就想要告訴大家 不要以為你花錢就是大爺 因為那時候票價剛出來的時候 有一些觀眾就是陷入了恐慌 就說天啊天啊 票價怎麼漲這麼多 其實只有三排 大家不要擔心 上一次我們一樓是4500 這次就是432 其實是這樣叫 拆三排裡面 要在那邊叫 我們數字很多耶 所有的重備演唱會 他們也正在執行 全新秘列復刻計畫 將過去十項專輯的歌曲 全部重新製作賠償 最近也是很多海外的藝人 也有一些這樣 從泰勒斯做了之後 然後就是一直拿冠軍這樣子 如果當初我們先選擇 先做復刻的話 我們就先了 但我們那時候選擇 是先做新專輯 就沒想到泰勒斯就一模一樣 只能說非常有默契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人 你們就去看一下泰勒斯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因為佳凱剛剛說他覺得 蠟燭兩頭燒嘛 那請問你蠟油往哪裡滴呢 我希望往哪裡滴 我們回去好好聊 肯定你的演唱會會聽到 鼻王的歌曲 如果只唱 只唱怪談這張專輯的話 大家是一個小時就要回家了嗎 對啊 余滴祕的歌 全部就算唱完也只有50分鐘 對 恐怕是支撐不了 所以勢必會唱一些蘇打綠的歌曲 那不管是哪個名稱的歌曲 其實都是我們六個人的歌曲 其實演唱會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 是要跟大家見面 我們的重點是見面嘛 然後剛剛也有問到余滴祕的歌 加起來50分鐘 怎麼撐兩個多小時呢 就是我們接下來一個多小時 都會跟大家凝視 因為重點是見面 對望 其實我們都沒有覺得有紛擾了耶 我們現在很開心的在籌備演唱會 有一些曲目的安排 我覺得是 老觀眾一定會覺得說 喔 竟然是這樣安排嗎 謝忻真的是 前面是滿有落淚的忌諱 結果最後是我大哭 重來 我唱不下去 劉佳凱 我說不行 劉佳凱比較會原地跌倒 腿軟這種 期待一下 最後我們會把 就是佳凱綁起來兩頭燒 HAPPY BIRTHD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